现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来自于Taylor的814C1的限量版和豪华版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支 这一支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指板的这个镶嵌 它的这个琴码的镶嵌和琴斗的这个logo标识呢 四层相识 对 它就是来自于我们老款的914C1上面的镶嵌 那么Taylor呢把它做成了814C1的限量版 全球呢这个是限量50支 那么这一支呢是我们的Taylor的Deluxe豪华版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标准的814C1的基础上呢 在护手上面做了一个斜切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豪华版 那么和我们的普通版一样 它的面板呢都是采用的西蒂卡的云山单板 它的背侧版呢都是采用的印度玫瑰木的单板 琴锦呢采用的是美洲的桃花星木 它的指板呢采用的是Ebony 琴马呢同样是Ebony 乌木的材质 那么经典的老款9系列的这个花纹的镶嵌和琴马 花纹的镶嵌可以重拾我们对老款9系列的回忆 那么在琴斗上面同样有一个老款914C1的这个镶嵌 它的镶嵌呢采用的是Tether的金色的镶嵌 神移器呢是来自于ES2系统 护板的是Tether的814C1的玫瑰木护板 那么在音量结构上采用的是 这个新的设计是Power Andy 设计的这个非对称性的背板音量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814C1 Deluxe 我们可以看到和普通版本的区别呢就在于 首先那么它的弦钮呢采用的是GOTA的510卷弦器 齿轮比呢是1比21 再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做了一个手工的护手 而且它不是斜切的是非常圆润的硬度玫瑰木材质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豪华版 这个呢是我们的限量版LTD 那么从它们的主体配置呢都是一样 而且售价呢比我们标准的814C也稍微贵了一点点 那么下面让我们来听一下它们的声音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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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